最新的焦點 趕快來關心了 就是筆電大廠紅機 近時在台灣的伺服器 居然被駭客給攻擊 這是繼印度分公司 不到一週兩度 遭到同一個駭客的組織來攻擊 目前公司最新的危機處理又是如何 我們時間先交給小畢 好 我們先來整理一下 這個紅機一週兩度 遭到駭客襲擊 難道客戶的資料沒有外洩嗎 打上一個問號 幫大家統整一下 其實紅機在一週之前 他在印度的分公司售後服務系統 被駭客組織獨立的攻擊 沒有想到一週之內 台灣的伺服器也受到了影響 短短一週被害了兩次 而且是被同一個組織 根據媒體報導 這個Disordent這個組織 宣稱兩次的攻擊行動 都是他們所為 也表示攻擊紅機的台灣系統 是要來證明說 紅機在保護資料的資安 是明顯嚴重的不足 攻擊別人 駭客行為還能合理化 這也是不簡單的一件事情 但是在全球的網路 會不會更容易受到攻擊呢 這個就是駭客們要提出的一個質疑了 其實態度還蠻囂張的 那紅機的發言人表示啊 立即是啟動了安全協定 對於系統執行全面性的掃描 目前來說 公司的營運還有相關的業務 沒有重大的影響 但是從資安的角度來看 其實紅機經歷了非常艱困的一年 因為在今年3月的時候 就遭到了勒熟軟體的攻擊 要求他們要支付5000萬美元 相當於是台幣14億元的天價贖金 而當時紅機董事長陳俊勝 他就強調說我們怎麼可能付錢 當然是跟他們來拼了 而根據了解呢 駭客組織在上週的時候 紅機印度的伺服器 竊取多少60G的檔案 而這次在台灣的攻擊行動呢 紅機則是強調 在台客戶沒有外洩的疑慮 但是來幫大家統整 紅機除了資安危機之外 個人電腦的出貨 會不會也備受挑戰呢 因為根據市調機構的報導啊 其實以全球不管是哪一個品牌 各個品牌在第三季的來說 桌機還有筆電 總共是累積出貨了8410萬台 比去年同期增加了5% 大家會想說增加就是好事嘛 可是這個增幅是不夠的 因為呢他終結了 連續5G 雙位數的成長 首次見到了各位數 所以除了雙A品牌 紅機 華碩之外 相關的代工廠包含像是廣達 人保 音業達等等 可能也會因為上游缺料 再加上下游可能運輸卡關等等的因素 影響了整體供貨表現 所以統計起來 這也考驗著各家品牌要如何來應對 接下來缺料以及運輸上面 導致的整體危機 請問一下 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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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